Hello,大家好,我是Amy 很久沒拍過一夜吃了什麼 找日放假拍給大家看 一早起床,沖一杯飲料 這是蜜糖葉檸檬 之前也拍影片做過 想知道怎麼做,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放兩根,加水 然後攪拌均勻 喝起來就像領物一樣 一早通常會吃健康 所以就煮麥皮 我選擇了粗粒的燕麥片 吃下去就會比較有口感 通常煮完後會關火 蓋過焗一焗,讓它收一收水 然後就可以拿起它 再加些豆奶 一來就有些味道,二來我不是很喜歡吃太稠的麥皮 然後就可以切些香蕉片 我不知道為什麼家裡的香蕉可以這麼大隻 切好之後就可以淋少許蜂糖漿 最後就可以加少許果仁 放假的早餐當然要吃好一點 所以我就會焗兩隻包 這兩隻包都是我一煮的 是不是很厲害呢? 我看到很多人不能外出 這段時間都留在家做小廚神 先說一下包 我會噴一點水 然後拿它焗五分鐘 在焗的時候,我會切牛油果 首先把它切出來 再切成一片片 之後就可以放在麵包上 麵包出爐料 因為我和弟弟一起吃 我會把它切一半 然後再切成一片片 硬過滾的包 切成一片片 攪好之後就可以把牛油果片放上去 然後我會加少許鹽和黑胡椒調味 對了,其實我一向都是這樣吃牛油果的 攪了那麼久,早餐終於都完成了 小朋友出來吃東西 對了,那我就不客氣了 牛油果多士 真的無敵 吃完早餐之後 就出去看電影 就是這一套 騷馬布隆 看完真的超感動 這是我的童年回憶 我以前也有一部騷馬布隆機 如果你們還沒看的話 就快點去看 看完電影之後 就跟弟弟去壽司廊吃壽司 我最喜歡就是這個蝦的壽司 因為上面放了很多炸香的蔥 所以吃下去是很香的 想不到這塊燒了的叉燒也好吃 因為它真的充滿豬油脂 最後就叫了這個白飯魚仔背面 和旁邊炸雞 背面真的一般 炸雞是好吃的 然後就急急回家 因為我要開箱 這就是台灣寄過來的包裹 首先很感謝他們贊助我 其實裡面是食物 我覺得上網買東西 寄過來家 然後拆開那一刻 真的很有拆禮物的感覺 然後打開就會看到 台灣的復古尼龍袋 很有趣的 它的名字叫做茄子袋 另外還有一些給你送禮用的紙袋 和產品介紹 你就不會忘記自己買了什麼 對了 這一箱就是必食派對組合 裡面有六款不同的食物 可以看到所有食物的包裝都包得很好 最後這一箱很漂亮 它是大王酥 讓我快點開第二盒 這是超值入門組合 雖然價錢比較便宜 但裡面也有六款不同的食物 因為這個箱很深 所以好像拆了極都還有 我慣性就是把最後一盒打開 想不到這個 就是鳳梨酥 真的很久沒吃過 對了 拆開了就讓大家清楚看裡面有什麼 在這個必食派對組合裡面 就有夏威夷果仁的塔 和杏仁薄燒 還有蛋黃酥 還有三袋不同的小食 有這個拖匪糖 夏威夷潛艇 和藍組合圖高 這個超值入門組合 和剛才那個必食派對 其實有點像 它也是有夏威夷果仁 杏仁薄燒 拖匪糖 和夏威夷潛艇 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有這個 紅莓的耳式脆餅 和這個金鑽鳳梨酥 好了 那我就不客氣 開始拆開了 哈哈哈哈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是不小心 連一塊防潮珠都拿出來 吃之前 當然要先沖一杯茶 我想介紹一下 這個茶包袋真的很方便 放了茶葉之後 綁結 一拉繩就完成了 很神奇 我記得我在12元店買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去看看 當一切都準備好了 就可以開始吃我們的夏威夷茶 我想說 這麼多款裡面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夏威夷果仁 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吃 夏威夷果仁 而且它是放滿了 在裡面 所以我一咬下去 就覺得很滿足 然後就讓我切開 蛋黃酥和鳳梨酥給大家看看 哇 你可以看到裡面 真的超大的鹹蛋黃 好了好了 下一個就輪到這個鳳梨酥 哇 真的想不到菠蘿都可以拉絲 我很好奇 為什麼我弟弟要反手拿東西吃 想不到我弟弟最喜歡的竟然是這個 紅莓意式脆餅 除了紅莓之外 它還有合桃在裡面 另外我發現這個鹹蛋酥和鳳梨酥 翻熱之後會更好吃 因為整熱之後皮會更加鬆化 而裡面會暖粒 對了 很快又來到晚飯時間 今晚就留給蔡媽媽煮 哈哈哈 不過我也幫忙切了洋蔥 還有很多人都不喜歡吃的 玄西 準備好所有材料之下就可以開始煮了 首先炒熟了豬肉 因為用來煎蛋餅 然後另一邊箱就煎魚 煎一煎就可以反轉另一面 然後滲點黑胡椒 因為那些秋刀魚都蠻腥的 然後就可以炒熟剛才切的粒粒 然後突然把蔡媽媽撒了鹽 進鑊子裡 哈哈哈 還有番茄 還有玄西 是不是很健康呢 好像很多顏色 哈哈哈哈 好好好 炒熟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雞蛋混合 其實是蔡媽媽煮的 不客氣 然後不知道現在放了超多白胡椒粉 夠了 沒錯 加上麻油拌勻 我們就可以開始煎了 是不是好像不錯 可惜不幸的事情即將發生 哈哈 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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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當然讓我們來試試 哈哈 可惜我還是失敗了 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緊 我會盡我一切的全力去補救 也總算勉強救得回 好啦好啦 那就開飯了 夾個蛋餅吃 一次過夾兩件 哈哈 秋刀魚剛剛煎完真的很好吃 但攤凍了就很腥 所以一定要趁熱吃 那吃完飯之後呢 就要準備個飯盒 因為明天要上班 到底是誰發明上班的 那當然 我不會讓假期就這麼完結 讓我先吃一條雪條 再看這個 第一代的數碼煲籠 真的很帥 為什麼以前那些卡通片可以好看這麼多呢 對了對了 話說這條片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你們想吃東西吃的話 就可以去下面的網址 好啦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